美國升息臺幣走弱 二十七號以三十一點 八四元開出 早盤貶二點二分 美國聯準會持續音下去 影響到新臺幣慘兮兮 一度貶到三十一點八八元 亞幣同樣貶不停 人民幣對美金開盤七點一七元 盤中一度下挫近零點零零三元 日元開盤一四四點六七一元 盤中還觸及一百四四點七三元 英鎊也是首當其衝 二十七號開盤一點零六元 盤中小漲百分之零點七六 來到一點零七元 新加坡投資管理公司創辦人 趁機狂掃英鎊 但專家建議這麼做 我們還是建議大家 如果手上有美元的 不要現在賣出 那反而是趁著 如果有拉回的時候 來建議一些美元的部位 美元以外的砸幣 我們建議其實是在明年的第一季 來做這樣的佈局 美國升息也讓美股吞下連五黑 稻窮指數狂蟹三百二十九點 正式進入熊市 也影響到二十七號臺股開盤 雖然開紅盤指數來到一萬三千八百一十二點 但隨後翻黑大跳水 震盪幅度大 低點一度來到一萬三千七百三十二點 護國神山 臺積電同樣開紅盤 盤中一度漲三塊 那昨天晚上的這個外資 在我們的臺紫棋的店子 他是加碼兩千六百多口的這個多單 那可是他之所以會開高走低 最主要原因 我認為是因為本土資金 他是信心不足 受惠邊境解封題材的觀光類股 前幾天表現不錯 但二十七號盤面也是幾乎綠一片 鳳凰 雲品 雄獅都呈現開高走低局勢 臺股已經跌破國安基金防線 金管會表示未來這幾天是關鍵 已經備好穩定股市措施 國安基金在必要時 也會進場全力護盤 體育別新聞 余山英明捷特兒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